一列长岛铁路 周四早上在皇后区出轨 造成至少13人受惊伤 MTA官员及市府官员正在调查起因 MTA及市消防局的官员说 涉事722号列车 周四上午10点43分 从大中央车站出发 原定于上午11点37分 到达亨普斯特德 但是在约11点左右 该列火车的八节车厢在皇后区雅买加站以东 175街和95大道交汇处脱轨 据报道 至少有13人受轻伤 没有人有生命危险 MTA在事故发生后的90分钟 为乘客安排了救援列车 将他们送往亚买加车站 紧急医疗服务队成员抵达现场 为伤者进行治疗 MTA说 除要处理设施的列车之外 其他铁路基础设施也遭到损坏 预测 周四晚上及周五早上的通勤将受到影响 并呼吁乘客在其网站或应用程式上查看最新服务更新 官员目前仍在确定列车是否存在任何故障 但相信速度不是导致脱轨的因素 纽约州长护处在一份声明中说 当局的首要任务是要确保所有乘客和铁路工人安全 并尽快恢复火车服务 纽约市府消息人士说 市长亚当斯正在考虑 中央公园等多个公共绿地搭建临时帐篷 安置无证移民 市府相关部门在周三的移民危机简报会上并没有否认此事 目前 全市紧急庇护设施已经没有多余空位 市长拟将室内大型公共绿地作为目标 将中央公园 布鲁克林展望公园 以及兰德尔岛等地搭建帐篷暂时安置无证移民 市长发言人莱维对此表示 所有方案都在考虑中 主管无证移民安置工作的副市长伊索姆 则在周三的移民危机简报会上 回避是否将会将中央公园作为庇护场所的问题 仅表示 目前市府正在考虑的可利用场所所有清单 列明了超过3000处的地点 并表示 该计划已经在去年底公开拟定 根据市府公布的数据 从2022年春季至今 共有95600多人通过城市庇护系统的接受程序 进入纽约市的庇护所 目前 全市庇护系统共安置了超过17900人 其中有超过56000人是入境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无证移民 而曼哈顿中城罗斯福酒店的庇护中心已经无法附和 数以百计的无证移民仍在酒店外的人行道或者公车上逗留 根据纽约市警消息 布朗市区周三发生一宗家庭命案 一名休班警员在其父亲家中被枪杀 头部重弹死亡 随后 其父亲也吞枪自尽 警方到场时发现父子二人均已身亡 警方说 事发在周三中午12点45分左右 26岁的警员马丁内斯被发现在其父亲 位于布朗市区福特利大道的寓所内死亡 其父亲则毕命于屋内的另一个房间 同样头部重枪 警方相信马丁内斯是被父亲枪杀 其父亲在吞枪自尽 经调查 马丁内斯参加了一支由警员组成的棒球队 但事发当天缺席比赛 队友上门查看才发现了命案 警方发言人说 马丁内斯死于失血过多 当警员上门时 父子二人均已死亡 现场还有一名孕妇因情绪激动被送往医院治疗 据调查是马丁内斯的嫂子 有消息人士说 马丁内斯于2018年加入警队 并于布朗市缉毒部门工作 该大楼的管理人员说 马丁内斯的家庭源自多米尼家 父子俩都勤劳善聊 有邻居表示 父亲是名退休的出租车司机 据说患有心理健康问题 根据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 纽约市被列为世界上大麻消费量最多的城市 根据最新的2023年大麻全球价格指数 纽约市居民每年平均消耗62.3吨大麻 相当于6200万克 即每名居民平均每年消耗6.9克 州府奥本尼的官员此前表示 在全州范围内 约有270万居民 每月至少吸食一次大麻 纽约市比位居第二的澳洲首府悉尼 多了大约7吨 尽管大麻在澳洲仍属于违法 就价格而言 世界上大麻最贵的地方是日本东京 每克约为33美元 最便宜的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每克价格约为5.9元 相比之下 全美大麻价格最贵的地区为华盛顿特区 每克售价19.10元 纽约市的大麻价格为全美第四高 每克约为12元 在三州地区的其他地方 最便宜的包括康州的新不列颠 售价每克10.80元 以及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 售价每克11.30元 至于全美最便宜的大麻市场 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 价格约为每克7元 此外 该研究预计 到2030年 全美每克大麻的价格 可能降至5.61元 中文字幕 未经许 中文字幕 未经许 它是3分的 在增加量中文字幕 入约3分之数 如价格死亡 板中文字幕的增加量 更功地